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兰花 我们养兰花的时候啊 可以在兰花的盆土里面呢 给它放上一样东西 可以让它的生长啊更加的旺盛 那么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小木桩 这个小木桩啊 它不仅可以吸收这个盆土里面呢 多余的水分 而且可以在盆土缺水的时候啊 来释放养分供这个兰花吸收 所以呢它可以保证这个盆土的一个湿润度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木桩啊 它可以为这个盆土呢 提供它耐以生存的蓝菌 因为兰花生长呢 是少不了蓝菌的 而蓝菌呢 可以为兰花生长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让它呢生长更加的健壮更加旺盛 所以这个小木桩啊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植鸟 但是小木桩我们怎么使用呢 首先我们选择的小木桩呢 一定要是一种大概啊 直径在五六厘米左右 它的高度呢 大概要离这个盆土啊 大概有五六厘米左右的高度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使用的时候呢 先在这个花盆里面呢 把它竖着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要避开底下的这个排水孔 因为你要是堵塞的排水孔啊 这个盆土呢 很容易积水烂根的 避开排水孔之后 我们把它树子放下去 然后呢 再填上土壤 然后呢 栽种好这个兰花就可以了 后续呢 我们不管是浇水啊 还是施肥 这个盆土里面呢 就不会出现了积水烂根的情况 然后兰花呢 生长就会更旺 长侧芽呀 开花呀 都是非常简单的事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